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花莲一名44岁的龙姓民众 他平常身兼两份工 除了在超商担任物流人员之外 闲暇之余他还会兼差美食外送员 热心助人的他在同业口中 更是有老大哥的称号 没想到龙姓男子在2号凌晨上班途中 发生一起车祸意外造成身亡 让同业感到很不舍 7号举办告别式 有20多名的外送员 特别组成车队为他送行 怡林车从慈吉医院出发 一路前往花莲市立殡仪馆 后头还紧跟着一群外送员 享送最后一程 会有这个景象是因为在2号凌晨 一名44岁的龙姓外送员 在上班途中意外车祸身亡 而平时就热心助人的他 在同业口中更是有好好先生老大哥的称号 让20多名外送员 特别在7号告别式的这一天 组成车队表达最深的悼念 当下我听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真的很蛮惊讶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他平常骑车也是蛮 蛮对蛮遵守规则的 然后这次发生这种事情 我也是很心痛 然后就是代表Uber司机 想要送他最后一程 车队抵达殡仪馆后 龙姓外送员的哥哥也忍不住哽咽 向在场的兄弟朋友们鞠躬答谢 龙姓十者7号上午从华莲慈激医院移林 而十多台外送机车 一路相伴至华莲市立殡仪馆 而策队中的同业也表示 龙男在外送圈已经是资深前辈 二号一传出后 让所有人都相当不舍 能为他做的 也只有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记者许立芹 欢迎电视报导